但你看到秒杀的自行车轻旅行活动 祈愿玩一下又来了 花莲施工所今年再度规划三条特色路线 八个题次 以文化、生态、海洋为主题 并横跨六个乡镇 从7月1日开始展开 将带领大家以最健康自行车骑乘的方式 来探索花莲之美 那么体验最在地的风情 市长魏佳燕 欢迎大家跟着祈来玩一下 把花莲玩透透 花莲施工所举办 齐来玩一下活动 年年规划不同的路线 精致的游城更是受到来自各地的民众喜爱 今年迈入第四年 同样规划三条特色路线 今年更是横跨了 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秀林乡、寿风乡、风冰乡等六乡 有35公里为部落旅行 65公里悠游泰鲁阁 以及骑乘85公里的挑战东海岸路线 多元路线适合各族群不同的需求喜好 将带给民众不一样的风情与体验 有到往北的话可能就长春池也有 那可能东海岸的路线 可能就一直到我们风冰的沿海 东海岸这边 然后看一些景点 我相信其实山跟海都有 那还有一些部落的一些围旅行 可能都涵盖在里面 其实前几年办的一些 前几届办的都已经算是民众都很认同 包括外线市来旅游的都很认同 那我听说还有一家有六口七口都一起来报名的 魏嘉爱市长表示每年同仁费尽苦心 所规划出来不同的路线以及活动内容 民众即使连续四年报名参加 也能够骑乘不同的路线 用不同的视角来欣赏花莲 那包括马拉松 包括我们脚踏车这样一个 巡片花莲的活动 持续的在我们魏嘉爱市长的手上 来继续推动 而且越办越好 越办越精进 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花莲 除了在地人以外 更能让其他县市人一同来报名 了解我们花莲的美好 了解我们花莲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今年的起来玩一下 推出的三条路线集聚特色 可以循着迷人的七星潭月牙湾 展开一场浪漫的海洋文化之旅 也能够选择北行看见太鲁阁美景 体验部落文化 沿着台11线骑城岛东海岸 每一条路线集聚特色 也带领大家用低碳旅行 深入走入花莲 要起人一大早 起来好不好 好 记者凌杰 花莲是采访报答